穿著全套重機衣的騎士 竟然在馬路上放手騎車 網友看了直搖頭 寫著山道猴子又在練新招了 只是想要耍帥也不是這樣吧 騎士不但把手放開握把 甚至還手舞足道 這地點就在台中台三線 要通往霧台鄉的道路 車友熱愛踩點的地方還有這裡 騎士在山路彎道展現操駕 警察機場 新店北宜公路每逢到了暑假 行進重點取締路段 無論開車還騎車通通得靠邊受檢 下去警方除了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 會固定巡邏 另外暑假期間也從原本一個月一次的 聯合大機查增加到兩週一次 暑假期間本分局將重點結合在 監禮環保以及警察機關的聯合機查 作為在北宜公路的重點路段 只不過也有民眾一大早 好像要僥倖上路 你不要踩 你不要踩 百萬名車遷不到幾天 就為了帶女友兜風 沒領牌就開車跑山 拿朋友的車牌掛在自己車上 當場被警方查扣沒收 盤點近五年 飆車重點路段 包括桃園台七椅 苗縣台三縣 台南一八二縣道 盲目追求速度的結果是車禍頻傳 為降低肇事率 部分路段轉彎處增設交通回復式導感 減少車輛對撞的風險 另外警方也透過社群平台影片檢舉 追蹤車牌 鎖定涉及公共危險等車輛 多管旗下掃蕩飆車歪風